生命纪第32章 如天啊 彻耳我要说话 愿帝也听我口中的言语 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 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 如细雨降在嫩草上 如干淋降在菜书中 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 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 祂是磐石 祂的作为完全 祂所行的无不公平 是诚实无畏的神 又公义又正直 这乖僻弯曲的世代 向祂行事邪僻 有这弊病就不是祂的儿女 愚昧无知的名啊 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 祂岂不是你的户 将你买来的吗 祂是制造你建立你的 你当追想上古之日 失恋历代之年 问你的父亲 祂必指示你 问你的长者 祂必告诉你 至高者将地业试给列邦 将世人分开 就照以色列人的树木 立定万民的疆界 耶和华的分本是他的百姓 他的产业本是雅各 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 荒凉野兽吼叫之地 就环绕他 看顾他 保护他 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仁 又如因搅动草窝 在除阴以上两次三斩 揭取除阴 背在两翼之上 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 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 耶和华使他成价地的高处 得吃田间的土产 又使他从磐石中扎蜜 从尖石中吸油 也吃牛的奶油 羊的奶 羊羔的枝油 八三所出的公民羊和山羊 与上好的麦子 也喝葡萄汁亮的酒 但耶稣伦渐渐肥胖 粗壮 光润 梯跳 奔跑 便离弃造他的神 轻看救他的磐石 敬拜别神 触动神的愤恨 仅可真悟的是 惹了他的怒气 所记事的鬼魔并非真神 乃是素不认识的神 是近来新兴的 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 你轻忽生你的磐石 忘记惨你的神 耶和华 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 就厌恶他们 说 我要向他们掩面 看他们的结局如何 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 心中无诚实的儿女 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 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 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 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 因为在我怒中有火烧起 直烧到极深的阴间 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焚烧 山的根基也烧着了 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 把我的剑向他们射剑 他们必因饥饿消瘦 被炎热苦毒吞灭 我要打发野兽 用牙齿咬他们 并土中互行的 用毒气害他们 外头有刀剑 内似有惊恐 使人上亡 使少男童女 吃奶的白发的尽都灭绝 我说 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 使他们的名号 从人间除灭 唯恐仇敌惹动我 只怕敌人错看 说是我们守的能力 并非耶和华所行的 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 心中没有聪明 唯愿他们有智慧 能明白这事 肯失恋他们的结局 若不是他们的磐石 卖了他们 若不是耶和华 交出他们 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 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 据我们的仇敌 自己断定 他们的磐石 不如我们的磐石 他们的葡萄树 是索多玛的葡萄树 而摩拉田园所生的 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 全挂都是苦的 他们的酒 是大蛇的毒气 是毁蛇残害的恶毒 这不都是积蓄在我这里 封锁在我虎铺中吗 他们施脚的时候 伸冤报应在我 因他们遭灾的日子尽了 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 必数数来到 耶和华 见他百姓毫无能力 无论困住的 自由的都没有剩下 就必为他们伸冤 为他的仆人后悔 他必说 他们的神 他们所投靠的磐石 就是向来吃他们寄生的之油 喝他们奠祭之酒的 在哪里呢 他可以兴起帮助你们 护卫你们 你们如今要知道 我 唯有我是神 在我以外并无别神 我使人死 我使人活 我损伤 我也医治 并无人 能从我手中救出来 我向天举手说 我凭我的永生启示 我若磨我闪亮的刀 手掌审判之权 就必报复我的敌人 报应恨我的人 我要使我的剑 饮血饮罪 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 我的刀要吃肉 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 你们外邦人 当与主的百姓 一同欢呼 因他要生他仆人流血的冤 报应他的敌人 捷径他的地 救赎他的百姓 摩西汉嫩的儿子约书亚 去将这歌的一切话 说给百姓听 摩西向以色列众人 说完了这一切的话 又说 我今日所警告你们的 你们都要放在心上 要吩咐你们的子孙 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 因为这不是虚空 与你们无关的事 乃是你们的生命 在你们过约旦河 要得违业的地上 必因这四日子得以长久 当日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上这亚巴林山中的尼泊山去 在摩亚地与耶利哥相对 观看我所要 试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 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 归你列祖去 像你哥哥亚伦 死在荷尔山上 归他的列祖一样 因为你们在许云的旷野 加低斯的米利巴水 在以色列人中 没有尊我为圣 得罪了我 我所试给以色列人的地 你可以远远地观看 却不得进去